猫头鹰有森林守护者的称号更是生态环境的指标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在2015年开始跟伊兰县野鸟学会合作 推出了春夏夜叹猫头鹰的活动 每年限定三场 今年的活动日期是5月10号、6月7号、8月11号 提供住宿太平山庄的游客 有机会观察到夜行性的灰灵霄 甚至还可能看到大吃无鼠跟两栖爬行动物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从105年开始 每年在春夏这个季节会举行三场次的夜观猫头鹰活动 夜观猫头鹰活动非常受游客的喜爱 今年三场次的日期已经公布了 分别在5月10号、6月7号以及8月11号 这三天都在平日的礼拜三 报名的资格我们是开放给当日住宿的游客 可以在下午3点在柜台来受理报名 那今年的报名费是每人250元 卢东领馆处表示活动分为室内讲座跟户外夜观行程 对象限定是住宿太平山庄的游客 其中户外厂限制30人以下 透过人数的控管以最小干扰来减少对漆地生物的影响 而官网在两个月前开放定房 所以提前公告活动时间方便民众做游城规划 在整个夜观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希望说整个生态它其实干扰度是最小的 所以会有一个限额报名 那一个限额的人数是30人 希望游客可以把握这样的机会 然后有相关的详细讯息可以向我们的官网来做查询 太平山曾经被调查记录到的猫头鹰有8种 占台湾本岛种类的三分之二比例相当高 其中灰灵霄出现的频率最高 成为太平山的夜行性猛情的指标物种 不仅被当成太平山的入口异象 卢东领馆处也开发多样化的文创品 让游客透过纪念品留下对太平山的专属记忆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